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材味 天气越来越热了 很多人也换上了圈包的短袖和外套 夏天本来就比较闷热潮湿 这个时候沉寂了一个冬天的蚊子 又开始出没了 拎咬起来十分的难受 但是点蚊香又闷 又热又闷真的遭不住 还会省上我们的身体 特别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蚊子在耳边飞来飞去 发出嗡嗡声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心烦 而且被蚊子叮咬后 皮肤会无比骚痒 让人感觉到非常难受 所以今天就教大家一招 屈蚊比蚊香强五倍 一起看看具体的做法吧 这边准备一个塑料瓶 塑料瓶是家里都有的一样东西 平常喝完水之后 就会顺手留下一些没有人 与其留着当肺瓶卖 也弄不了几个钱 不如留在家里面 自己做成驱问神器 我们将瓶子从中间段 根据自己喜欢的位置剪开 这样就有了一个底座 一个漏斗形的塑料口 我们两个都会用到 所以我们不要扔掉 这时我们准备一包家里用的白糖 今天要用到的东西都很普遍 水手可得 我们倒入少许在瓶子的底座里边 接下来再拿出一包酵母粉 很期待酵母粉有什么趣味的效果吧 接着往下看 我们将它剪个口子 也加入白糖里边 接下来倒入温水 注意水温不宜过高 酵母活动的范围 是在4至40度 最适宜的温度 就是25至35度 但如果超过了55度 酵母就会短时间内死亡 所以溶解酵母的水温 不能太高哦 时间搅拌 使白糖和酵母充分溶解 我们就是要保持它的粘度和甜度 接下来我们把瓶口上半部分 倒刻在上面 那么它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这是因为白糖加酵母粉 和水会自然地产生二氧化碳 只需要利用这个简单的装置 就能够仿照人类的呼吸 蚊子会被二氧化碳吸引 我们利用酵母粉发酵糖水 缓慢地释放出二氧化碳 就能够将蚊子吸引过来 蚊子一旦进入瓶内 就很难飞出来了 然后呢就会死在瓶内 大家只需要将这个瓶子 放在阴暗的角落 尤其是蚊子经常出没的地方就行 现在用胶带将其固定住 就可以拿去使用了 说起蚊子 大家都是生恶痛绝 杀虫记电蚊拍花露水 轮番上阵 奈何蚊子依然不依不扰 越战越勇 这时不妨将它放在坊间角落里试试 利用它将蚊子吸引进入 这时瓶口又小 蚊子根本飞不出去 这种方法的效果比蚊香强多了 关键是非常的安全 零刺激 家里宝宝还小的话 一点都不怕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 就别再用次别的化学喷雾 或者是蚊香之类的了 可能大家都用过蚊香 或者是喷雾消灭蚊子 这些方法虽然当时很有效果 但是蚊子总能够卷土重来 永远消灭不完 而且还有化学残留 对身体产生影响 但是使用这款溶液消灭蚊子 就避免了化学成分的污染 老人和小孩都可以用 使用这款溶液 自己和宝宝都不怕被蚊子打扰了 给您一个安稳的睡眠空间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将它放在花盆处 进入到了夏季之后 天气十分多变 闷热情况很常见 在家中所养的盆栽 时常会招来一些小飞虫的侵扰 尤其是月季花 茶花那样的木本植物 特别容易招一些牙虫 非常的烦人 而且这些飞虫不见几天的时间 就会把植物的叶子吃得光光的 再加上天气不好的因素 花卉就会出现各种病症 想要改善花卉的现状 那么就得先杀害蚊虫 与其花钱买 不如用它试试 轻松除虫 化而不生病 面用三 我们也可以放在窗台 不光是卧室 比如蚊子进入的通道 就如我们的窗台 天气热家里面的工作做得再好 蚊子也会从外边飞进来 经常会有蚊子飞来飞去 有纱窗还好 没有纱窗的话就非常的苦恼了 那么我们放上一杯滋滋的溶液 就从根本上杜绝的这个问题 也可以用黑色塑料袋包裹住瓶子 这样呢就能够吸引更多的蚊子进入瓶内 这是因为蚊子喜欢阴暗的地方 只要将瓶子这样包住 就能够吸引更多的蚊子 然后呢可以将它放在墙角了 这种小虫子是不是很眼熟 夏天 天天都能够在浴室和它碰面 其实这种昆虫本身对人类没有什么危害 只是它生活在脏兮兮的地方 又容易携带病菌 若是它飞到室内 飘落在食物上 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危害 一般这种小飞虫都是在下水道繁殖在飞出 所以需要从源头治理 我们就将这款溶液放在卫生间角落 它自然会吸引小飞虫 小飞虫触碰到粘液就飞不出来了 将它放在这里就能够减省空间 又能够去除小飞虫 关键是没有任何异味 大家都能够接受 夏天大家对于驱蚊这件事 看得也比较重了 平常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就是点蚊香 但是对于身体也有害 所以不如用这个方法 能源源不断地吸引蚊子 一晚上的时间就能够抓住不少蚊子 大家不妨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学会了没有呢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 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姚耀 我们下期再见啦